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里是Gin Scamon Live 那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大疆发布了他们的第二代的无线麦克风系统 那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DJI 的这个 Mic 2 之前呢发布第一代的时候呢就有朋友建议 做一下这个和罗德的无线麦克风的一个对比 那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视频就挑罗德的高端产品 他们的罗德的 Wireless Pro和 DJI Mic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对比之前呢我们来看看大疆 DJI Mic 的一个外观 这一次呢发射器大疆选用的是一个透明的一个材质 那接收器的设计上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那明显大家能看到一个很大的波轮在侧面 那另外呢整个充电器的这个充电盒呢 也经过了重新的设计 先说结论我的选择呢毫无意外会是大疆的 DJI Mic 2 接下来我们从各个方面做一下比较 外观设计的一个体验上啊那充电盒的设计上呢 DJI Mic 2呢你是不论在接收器或者是发射器呢 你盒子内部它是有这个磁吸结构的啊 那所以你轻轻的将这些设备放进盒子里 它都会很轻松的直接对准这个充电口 接着我们看看这个罗德的Wireless Pro每个设备呢都必须对准 Type-C的这个插孔 当然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明显的优势啊 只是为了你的充电收纳呢稍微多一点点的便利 另外呢我自己认为在这个外观上 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大疆 DJI Mic 2比Wireless Pro更加轻巧啊 因为它只有28克这样的话呢 你在这个佩戴上它是不会拽你的这个衣领的 而且拍摄中会显得更低调一点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大疆为这个MIC 2配备了一个收纳包 那你可以将MIC 2和连接线等等都可以放在一块收纳在一起 鞋带上会更加方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交互应用性 很直观的我为什么会更喜欢的这个 DJI Mic 2呢 因为接收端是触摸屏的这个设计 任何参数的调节你都是非常直观的做一个 在它的这个屏幕上做一个滑动 另外配合它的这个波轮调节呢 更是非常的一个快捷 几乎没有任何的学习成本 而罗德的Wireless Pro则需要通过按钮来调节 比如相机增益 你需要通过他们的APP去做一个操作 那稍微复杂了一点 在日常拍摄中的是一个稍微麻烦一点的事情 另外对于素材的导出 如果你使用这个 DJI Mic 2呢 做一个声音备份 你只需要连接电脑 直接将文件导出就可以 跟使用一个移动硬盘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而在使用罗德的这个Wireless Pro 也是我在使用罗德产品中 这款产品非常觉得奇怪的一点 就是你导出素材啊 你需要将你的Type-C 你需要先将这个麦克风放进充电盒 然后呢充电盒再连接Type-C到电脑 呃我在想为什么会要这样呢 它明明是Type-C的接口 直接插电脑不好吗 为什么要先连接充电盒 另外在他们的兼容性上 这个也是在用户体验上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疆的Mac 2呢可以直接连接他们的Pocket 3 Osmo Action 4或者智能手机 而且都是蓝牙直连 另外呢 DJI Mac 2呢也保留了第一代一样的这个转接头 可以直接连接Type-C口或者是Lining都可以 反观罗德则需要使用连接线 这个在用户体验上我感觉是非常直观的 让你会觉得更愿意用DJI Mac 2的一个点 实在是很方便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他们的参数对比 这方面呢我不是专家 但是对于参数上面 我还是有几个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首先不论是DJI Mac 2或者是罗德的Wireless Pro 都是全指向型的这个麦克风 他们都能记录24和32比特的声音 所以单从声音记录上 两者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大江带有主动降噪的一个功能 这个是罗德它不具备的 这一点我相信一会儿我们去户外测试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传输范围呢大江理论上是250米 而罗德的是260米 具体信号如何 我也会在一会儿室外的测评中为大家展示 好的那现在在室外 今天挺冷的还刮风 是零下15度左右跑到外面 在这个高速度旁边为大家做这个户外的测试 那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呢 是这个DJI的 这个Mike 2 那我都给它加上了这个防风毛衣 那现在的话呢我会往回走 我们首先测试呢是我面对镜头这样往回走 那做一个距离测试 那我大概走到差不多那个雪堆的那个位置 然后呢大家可以我会持续说话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它的这个传输信号啊 还有就是声音质量之类的啊 就是会不会有中断的情况啊 那我们现在开始 好的那我会持续的跟大家说话 那它的这个理论上的传输距离呢 大概是250米啊 那我现在往回这样走的话呢 大家可以持续的听一下 这个信号是不是有断的可能性啊 或者是这个声音的质量在户外会有点不好啊 或者有这种情况啊 那我做的这个测试呢 它都是直接传输到这个 呃我的拍摄的这个相机上面的啊 我没有做一个提前录制之类的 都是实施的一个传输信号 那我现在持续的往回走 那大家可以继续的听我的声音 那我走到一定的位置的时候呢 然后我会往回来 因为我也不能走太远 因为毕竟是我一个人在户外拍 然后这个相机在我的 离比较远的地方啊 一个安全的考虑啊 好的那我继续往回走 那现在大家应该几乎看到我 应该是很小的一个点啊 好的那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做一个标记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DJI Mic 2的一个测试的情况啊 那我现在的话呢 我们继续做测试啊 我现在会背对相机 然后往回往那边走啊 一样的位置 然后背对相机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信号质量如何啊 那我们现在开始 这个有点 没有安全感啊 我看不到相机 然后一回头 相机不见了 好的那我继续说话 大家可以继续持续的感受我的声音 稍微走快一点啊 因为这个实在是周围都没有人 还是挺不安全的有一点 好的那我现在继续说话 大家可以持续的听我的声音 有没有信号断断续续啊 或者是声音质量如何的这样情况 大家去做一个判断啊 好的我们继续走 走到刚才我做那个记号的位置 看一下 在哪儿 我还是还能不能找到 好的 大家可以继续听我的声音 然后再继续的做一个测试啊 好的 我 做的记号应该是 找不到了 但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啊 好的刚才是一个那个我背对 这个相机啊 然后做的一个信号 还有它的声音质量的一个测试 好的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话呢 我手上拿着的是这个罗德的Wireless Pro啊 那同样我也装上了这个防腐毛衣啊 那我们现在也来同样做一个距离测试 我们先做的是我背对摄像机这样的一个测试啊 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同样走到一样的位置 那我持续的会跟大家说话 那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质量和这个大疆的 这个大疆的DJI Mac 2的一个对比情况啊 因为大疆的DJI Mac 2呢 它是有主动降噪功能的 而这个罗德的Wireless Pro的话呢 它没有啊 所以的话 我不知道在这样嘈杂的路边 它具体影响会有多大啊 那大家可以听一下 同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 传输信号 还有它的这个声音质量的问题啊 那现在我还是持续的往前走 走到一个相同的位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号 情况和它的这个声音质量的情况的一个问题啊 那我现在走到这个位置 看一下我刚才应该能找到我刚才做的标记啊 同样我往回走 走到刚才那个标记位置 但是呢这次呢是我会面对镜头啊 面对相机做一个测试 好开始 我也很苦恼啊 因为这个天气出来 出来做这个户外的这个测试真的是很折磨啊 因为太冷了 它的虽然它天气上面说的是零下15 但是这边来说的话 如果它预报是零下15的话 你的体感温度应该大概是在零下20到20 可能23度左右的这样样子啊 所以我也相信之前 之前我有一些朋友啊 他们说他们的家人想 从国内过来看雪 然后什么时候那边雪最大 我说可能不用吧 你这个地方过来看雪 根本大家都不会愿意出门的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我还记得之前国内也有朋友问我 哇它这么多雪的话 你们怎么不打雪仗啊 我说这个地方打雪仗可能会死人啊 好的那现在的话呢 我是到了刚才那个做7号的位置了 但是是我 现在是作为一个被面对摄像机的情况 好的我相信在高速路边这种嘈杂的环境下呢 声音质量和传输效果如何 我相信大家自有判断 而且在大江的麦克2的主动降噪的帮助下 对于周围噪音的一个隔离是真的非常有感的啊 最后一点也就是他们的价格 那DJI麦克2的售价对于一拖二呢 也就是两个发射器 一个接收器的价格呢是2499 而罗德的Wireless Pro呢是3695 看完这期节目你会更倾向于哪一款麦克风呢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讨论 我是靖我们下次见 拜拜